各位同學,想和大家重溫一個概念 在今天上課討論過的就是如何解決 Quadratic Equation 還記不記得筆記裏有一條 Quadratic Equation 是這樣的 筆記裏面的第三版 解決這個 2x-1 x-3 等於10x 如果你看到筆記第三版 第二題的A部分便可見到 如何解決呢? 我們先將它Expand and Simplify 變成一般的Quadratic Equation 算快了,2x²加6x-x-3-10x等於0 即是2x²-5x-3等於0 我們便試將它Factorize 先將它縮開 我和大家研究過,例如我們隨便舉兩個例子,四乘七不會等於零,兩個數不是零相乘不會等於零,四乘零才會是零,零乘九才會是零 如果兩個數相乘等於零,必定是隨便一個是零,對嗎?或者x-3等於零,一定要隨便一個等於零,如果兩個都不零,成就不會是零 結果這裏就是x等於負二分一,或者x等於三 各位,這裏使得不太好,先改一下 x等於負二分一,或者x等於三 這兩個就是我們的答案,便可以解決到這個比例 OK